它是台灣一億四千萬年前就出現的活化石 它的幼蟲很挑食 只吃酥鐵幼頁 長期以來它們兩個彼此有著微妙的生態平衡 直到有一天 外來種酥鐵來到台灣 還帶來了意外的旅伴 於是台東酥鐵的命運產生變化 今天晚上10點 公視13頻道 我們的導播出 台東酥鐵的三角CT 八千萬年前的森林看似平靜 實則暗潮汹涌 那是大恐龍濫遊地球的時代 特暴龍霸子喜歡在森林裡探險 童年時期的霸子是隻可愛的小龍 一場成功的狩獵 意味著它必須離開媽媽獨行天下 特暴龍系列BBD 火爆上市 鄉親請卡公視網路商城 歡迎回到有話好說 下半段我們來談談教育的問題 今天是國中小孩有高中開學的一天 當然很多人很高興說 那時候終算結束了要來開學 可是有很多特別是國小哭哭啼啼 那是大人要陪著去上學 但是國中跟高中就非常的痛苦 因為今天是開學 明天很多國中就要辦所謂的模擬考 明明才休完長假 一天之後就要考試 所以今天全國教師會的秘書長 吳宗泰 吳老師蓋得把科技館都彈在桌上說這到底是什麼教育 可是這是明天國中要模擬考 可是事實上今天開學第一天就有很多高中就已經在模擬考了 整個臺灣的教育 大家在批評說 教改改了十幾年 為什麼我們的小學生 我們的國中生 我們的高中生日子還是過得那麼痛苦 不是講說多元入學嗎 如果是多元入學 你就是基本學歷有了 你就可以入學 為什麼還是要搞得雞飛狗跳 我們來看看所謂的在這兩天 開了全國教育會議 臺灣的教育那些問題 為什麼十幾年來沒有辦法改變 我們來看看這一則報導 考考考今年基策 在北市的明星高中 登記分發的最低錄取分數 比去年提高了5到7分 競爭更激烈 健康錄取561名學生 有188名落在最低錄取的405分 北一女30個考了403分的考生 比到第三科才被錄取 有國中校長反映 高分群考生因為一兩分計較非常不正常 我們的學生已經不知道什麼叫做競爭 因為真正的競爭裡面包含著細心 運氣 而不是努力 考試入學實在激烈 但免試入學管道不只繁複 更加競爭 北北基三縣市免試入學管道 公立高中值只釋出兩成名額 私校則有五成 而計算成績方式各縣市又不同 比較北縣的新北興計劃 和基北區免試 新北興是由學校推薦 基北區免試則由學生自行申請 至於招生條件 基北區比較寬鬆 在校成績全校排名前40%就可以申請 前提是新北興沒錄取才能報請聯合免試 教導反映三縣市對免試入學 計分條件不同實在不公平 如果每一個學校它因為特色的關係 以及它優化的關係 那都是跟現在所謂的明星高中 或者是基尤高中類等同的話 那我還需要跨縣市嗎 不需要嘛 拿北北基的國三生來說 從自己的免試到聯合免試 又有北北基聯策 還有中央基策 升學感到艱難又複雜 在29號舉行的全國教育會議 學院長很抱怨 國中生今天才開學 明後天就要考模擬考 十幾年教改開了無數回 升學壓力卻是越來越重 教育部長吳京基表示 將來將要求學校在長假之後 不能立即考試 行政院長吳敦義也承諾 儘快啟動十二年國教 一定會在最短的期間 把具體的事成向社會來報告 十二年的國教 到底什麼時候要實施 還是沒答案 混亂的升學管道 現階段的考生 唯有自求多福 我們來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創會理事長 蕭惠英 惠英姐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我們再歡迎全國教師會的 秘書長吳中泰 蕭惠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你今天是在蓋什麼 蓋到科技館都會躺在頭上 到底是為什麼 各位如果到了教育會議的現場 你就知道 裡面談了很多重大政策 也談了很多遠景跟美好的理想 但是這個跟每一個家長 每一個學生 第二天要面對的場景 實在反差太大了 也就是說 現場的與會者 雖然很認真的討論 但是他們都沒有辦法感覺到 是不是十年後 二十年後我們來再開教育會議 我們能讓是看到跟這兩天的情景一樣 在冷氣間裡面可以談過 但是完全不能解決越來越少的學生 但是他們的遊戲規則能讓跟前十年 前二十年 前三十年的孩子是完全一樣的 我記得我以前讀國中的時候 我可能 雖然我們也考上不是太好的學校了 可是那時候真的是 早上六點多出門 晚上九點多 十點多才回到家 每天一直K書一直K書 照理說現在大家小孩生得少 學校又一樣那麼多 學校越來越蓋越多 流浪教師也那麼多 理論上要考 你一定有高中可以念嗎 我們來看看國中生就學的機會 早就超過百分之一百 這個當然是加了五專高職等等 其實從民國七十四年以來 百分之九十五的入學機會 然後從七十六年 就已經突破百分之百 到一百零七 然後這幾年 其實都是一百零五 一百零五這樣子 你要考就有學校堂打 是怎麼大家打得辛苦多過 是為什麼 我們大家被催眠 而且在催眠的過程中 有一些以前享有名校光環的學校 永遠不願意放棄它的優勢 它在這個遊戲規則裡面是優勢 所以大家知道從十年前開始 多元入學的研議的時候 每一次 突然發現中間會有加上一些小技術 像那個信聰當年就聽到了 篩選備利啦 加錢計分啦 這些本來是用在大學的 入學的推進那些東西 完全拿來應用在對付國中畢業生 那這些誰提出來的 都是一些名校的校長 代表該校提出來的 簡單來說 這些名校的校長念之在之 他的歷史的任務就是 維護這個學校的光榮傳統 然後用這樣子來催眠大家 一定要迎合他的遊戲規則 所以到最後 明明是少數的學校的需求 或者是部分學生才會去 要這樣競逐的 然後到最後我們發明一大堆 因為新的遊戲規則到最後都是 在促成更激烈的象徵 輝瑩姐我請教你 我們大概對教育 就是其實教改那麼久了 大概說現在國中你要升高中 第一個你基本學歷測驗嘛 兩次積測的話 你就是基本學歷嘛 該懂的你懂就好 你也不用懂得太多太精 太什麼人是鑽牛角尖 你根本不用去懂 基本學歷有了 你就可以升學 如果你不走基本學歷測驗呢 你還有一個叫做免試入學 你用平常的在校成績 或者是七大領域的成績 你也可以去念一個 你心目中好的一個學校 然後還有推增 還有飽受 那麼多的管道 為什麼小孩子的壓力 還是那麼大 還是一樣 跟我們幾十年前 早上六點多出門 晚上九點多十點多回家 為什麼問題還是一樣 剛剛中泰認為說 這是什麼就是有一些 比較明星高中啊 這些他們的主流的想法 想要去操作 讓整個升學的制度是 像我們現在所想的 但是我一直認為 其實最重要的是 政府到底有沒有決心 政府他到底有沒有決心說 上高中是每一個人的權力 而不是義務 因為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要釐清 如果你還是在三十年前的舊的想法 說我們今天升學是分配 你完全在看的就是一個分配的機制的時候 你當然天天就在設計怎麼樣大樂透 可以讓不同的人比例怎麼樣 政府如果只還在看 升學這件事情叫分配 而不是看到真正最大的差別 你剛剛講高中職加上五專這些已經 超過百分之百了 對 那就不是這個問題了 現在不是量不夠 不像我們以前就說 因為你沒有就是學校不足 以前我們要投降 你會多拚你知道嗎 對啊 現在實在是有很多個因素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政府從來不願意去面對 到底上高中 上高就是高等高中15歲到18歲 所以這段時間每個人上學是不是他的權利 我可以不選擇我不上高中 可是當我要上高中 我要上學的時候 政府就應該要提供我的學習的機會 惠音姐我可能要請教你 這個怪政府有沒有道理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政府現在的整個教育資源 至少就國中生高中以及高中職 或是專科學校來講已經夠多了 你其實想念你就有一定有得念 就是你當然不要挑太好了 可是問題是大家都要挑這些學校 我們來看看97年 各個公立高中錄取台大的排名 其實大家真的不是說要去念 一定要念建中 或是一定要念北邀 或是一定要念中一中南一中 大家真的說我要去念台大 那可是我如果要念台大呢 我就一定要念到這些高中 我才進得去我們來看看97年 可是事實上就是這樣 建中錄取台大的比例是43% 北邀錄取台大的比例是41% 第三名是新竹科學的實驗中學 再來第四名是師大副中 再來是台中女中 換句話說 你就一定要在國中拼死拼活 拼到這些明星高中 你才有機會念到明星大學 否則一切都白費了 這數字其實就有一個問題 像如果說我們建中北女 都是最前面的 不少多少%的人 他為什麼只弄到最後 三年過後還只有40幾% 他照理說應該是90% 應該更好了 對不對啊 因為宣布最好的學生都在那 那就表示什麼 這不是學校的問題 不是這個學校叫比人家好 可是那是你們家長的問題 你們家長硬逼著學生 一定要去念這些 我說這是政府的問題 我一直不認為 我從來都不認為政府 真的很想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他還是在既有的這種思維裡頭 認為他必須搞分配 你剛剛講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你說我們要考基策 然後來Pass 表示我們的股一個水準 基策考最後0分 這個5分有沒有學校讀 還是可以讀啊 從來基策 從來我們這個高中考試 從來就沒有因為有這個考試 可以讓某一個學生 因為沒有過這個水準不能讀書 從來都是可以讀書 只是你讀哪一個學校 我們這裡面的唯一的一個 唯一的一個遊戲規則 叫做成績好的先選 如果政府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他的長處 每一個人都是在社會上可能成為吳寶純 可能成為 他真的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潛能 要慢慢的發掘出來 他不應該讓成績好的人先選 不好意思我自己也是以前成績很好上學的人 看得出來 很討厭喔 但是真的不是這樣 因為那是不對的 所以你的 我們很多孩子其實他有他的潛能 他只不過是在那個成績好 國音樹那幾棵裡頭 他不夠好 可是我們政府就讓這件事情 不願意去面對他 他就是不願意面對 為什麼這次不是這個槍擊事件 他真的就是讓這些叫做 在學校裡沒有得到成就感的孩子 在這個升學當中是沒有被照顧的 大家還是相信那是一把最有用的詞 最便利的詞 最精確的詞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那當然大家還是回到那個詞 可是那個詞已經不準了 那個詞對現在大部分行業來說 已經沒有用了 大家不願意面對 所以我們就陷入了無限的輪迴 永遠在這邊做輪迴 那我請教你 所以我還是要請教說 那你們家長 你們老師或是學生自己 就可以打破這個結構啊 我管你北邀 我管你建宗 我就是不屑 我就是想念我自己 譬如說我就想念立山高中 我就是想念那個武林中學 我就是想念我自己的學校不行嗎 我為什麼要依照這個邏輯走呢 所以大家依照這個邏輯 然後再來怪政府 這樣有道理嗎 那我就請教一下 我們上個禮拜親眼看到 在48小時內 台北市的北興計畫也好 或者是北北基的民室入學 在48小時內政策完全轉彎 本來教育部以為 台北市所推出來的會是用採集三學期 因為大家覺得沒有需要把孩子從第一學期進來 國一進來就開始採集他們的學期成績 但是當台北市決定他們要採用五學期 跟其他17個招生區都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的教育部長講的什麼話 地方可以因地質疑 他幫忙他袒護幫忙他掩護 直到媒體大家都受不了了群起攻擊了 立刻又出來說 你還是改為三學期比較好 這是什麼 五學期三學期五學期能夠幫最前面的資源 挑到最準確最穩定的數值 這中間看出來剛剛輝瑩講的 我們的當局有沒有曾經在幫忙模糊化 讓各種指標可能出現 讓比較問題的架子可以出現 沒有嘛 沒有啊 他沒有 我們來看看 這也許大家 我講實在 我給你無罪無罪打得痛得死 就是叫做國中升高中的免試入學方案 有夠複雜不複雜啦 說實在 如果連我們都搞不太清楚的話 更何況這些家長學生 教育部有一個擴大免試入學方案 這個是指全國的 不過這個全國不包括北北基 全國是說各公立高中值 要釋出你的學校40%到60%的這個名額 來去做免試入學 也就是說不是用基本學歷測驗的 然後你就是採集你這個所謂的七大領域的學習成績 來去申請我要免試入學 那當然呢 他還是有學區的範圍 比如說你說中部 你就是中部嘛 你中部你就不可以走來台北還是去高雄 是戶籍內的這個國中畢業生 條件呢 你只能申請一所學校 這個可能家裡面有國中生的家長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然後部分的學校只限定應屆畢業生 換句話說 我現在才知道這頓還有國事班 還有國三他不去念高中 他在重考 我認為國事班好像只有我們那年代還有 現在還在國事班 採集的方式 教育部是想說你用七大領域 不是只有治癒 你的藝術體育方面都可以採集 可是呢每個高中職呢也可以制定小於三項的申請條件 各個學校 譬如說你就是想要發展科學的啦 或是你是藝術高中的啦 你可以依照各學校的特色 特別是他要求各國中不得公佈校內的排名 可是這個是政策 現實是大家都公佈了 再來只採集 如果說呢 你只採集定期評量的話呢 你不可以超過三學期 換句話說 你不可以每個學期都說 你段考成績就一定要算進去 人家說國一入學 就開始在均衡 就開始在未潰癢 一直到國三畢業了 所有的成績都要採集 不可以這樣 教育部講說不可以超過三個學期 或者是說你不可以多於十次的 整個所謂的總成績 而且你要折優 你不可以說你所有要平均 搞的每一次都要考得很好 你只要折優 這樣壓力就不會那麼大 這個是全國 可是呢 實施到北北基呢 就不是那一回事 剛剛我們講說 各公佈高中值呢 要四十趴到六十趴的名額 但是呢 北北基共辦免試入學呢 他只給五到十趴 名額縮小 那其他名額幹嘛 他就是留給台北市自己的人 或者是那個台北縣 或者是基隆市自己的人 然後呢 整個名額縮小很多很多 當然呢 有些也是現應屆的畢業生 可是呢 他要求採集全校的成績 他要排名說 如果說北北基共辦的呢 你要全校排名前四十名 你才可以去申請免試入學 然後呢 如果是公立的高值呢 要全校的前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你要贏一半的人以上才可以 我還要問一下 才會創得這麼複雜 我如果台北市的也不一樣 台北官的也不一樣 途徑官的也不一樣 譬如說三峽英哥 你跟途徑下去就都不一樣 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到底教課是在改善 我看都沒有 這個很清楚了 如果你的學歷已經是在大學以上 你看到這個表 你要知道 免試只是所有的入學管道之一 的第一種 的第一次 但是他就已經這麼複雜 他所占比例不高 剛剛信聰有講 大概五到十趴 這是北北基的 對 這麼少 他尚且用這麼多的技術跟門檻 來整大家 然後呢 不要忘記 他前面是北北基各自一個小廚房 之後在一個北北基的免試的中廚房 最後才是北北基連冊的 登記分花的大廚房 最後才是跟全國的那個基策 一起來共同採用的最後一個登記分花 請問一下 各位教長你聽懂了嗎 各位老師你看得懂嗎 我們不曉得為什麼要把所有的制度 設計到那麼細跟那麼整 剛剛講一個很重要的 教育部會發出的方案 有他的煞利在裡面 是 那部長如果是支持自己的文官所建立的方案 就應該怎麼樣 就應該要維護教育部所定出來的原則啊 而且法律上在去年十一月以後 已經賦予教育部這個權力了 你基本上等於一國好幾制嘛 對 結果我們部長在上個禮拜四 竟然是發言是 覺得可以因地質疑 直到北基抨擊了 全國教育會要召開了 才立刻急轉亂 這個過程就完全讓民眾看穿了說 到底當局有沒有誠意來真正減輕學習壓力 輝姐我想請教的說 那其實根本的邏輯是大家認為建宗 還是要保持他的有良傳統 北邀還是要進行他的精英主義 所以他就是要 包括北部或是全國最好的就是要在那邊 如果你把明星學校打破的話 建宗就不見了 北邀就不見了 我其實一直都不把建宗跟北宇女這個當成問題 我個人啊 很多人都是認為明星學校是最大的問題 我個人不認為 我認為是 你真的想要把學生當人看嗎 我不好意思啊 您剛剛講了一大堆這個叫做免試方案 然後我們聽眾可能都覺得 哇 夠複雜 有夠複雜 其實怎麼做到這樣對不對 我告訴你 那根本都是騙局 不是什麼局 這完全就是個騙局 他就把它弄得很 弄得很複雜 好像有在改變 其實這一句叫做免試入學 就是考試入學 他只不過是拿不同 他只是免機策考別的試而已 所以他整個都是在 在就是個騙局 他不叫免 他用免試之名啊 可是刑考試之時啊 那所以就是說 他重要的是 他不願意去面對 他永遠都在 讓學生跟學生在競爭 我們整個台灣社會 現在所面臨最大的問題 這幾十年來 就是出了最大問題 就讓人跟人在教育的當中 勢在競爭 而不是在教育的當中 團隊合作成為一個 叫做大家成為一個 真正好的團隊 不然等一下我請教 那你們這樣批評的 那到底要怎麼做 才是所謂的 不是陷入我們批評的那些問題 我們也歡迎觀眾朋友打電話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台灣的教育改了十幾年 為什麼到現在 郭忠生還是過得那麼痛苦 台北的林先生 你好 喂 您好 請說 我其實算是 求學紀錄算是蠻順遂的一位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 所謂壓力呢 其實來自於就是 同載的競爭 像剛剛一位雷丁所講到的 那這個競爭的話 其實它有加上就是 我們從古至今的一種科學的思維 所以其實沒有關於說 就是考試難度或是入學方式 或是幾綱幾本的問題 那像這個社會上常在講說 要快樂學習 那我自己其實 我不認為學習本身過程是快樂的 而是說 就是在你得到一個知識 或是說你有達到你的其他目標的時候 都會帶來你的成就感 那這才是你的快樂所在 那 所以其實 我會覺得說 大家應該想一想說 這個本質上 這個壓力是來自於 剛剛講的就是競爭 而並不是說 這些考試考很多 或是教的很難這樣 那其實我也不認為說 其實每個人都要 都要念很多書 那其實我會建議說 這樣可以想一想 給自己孩子知道說如何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然後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然後給他們機會去嘗試 而不是全部都壓去念書 好 謝謝 好 感謝 台中的楊先生你好 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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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說 那個 國中 喂 請說 我覺得國中生來講的話 他今天壓力會大 我們看我們教改 一綱多本 以前學生只開到一綱一本 他讀完了 他到一個程度了 可是現在一綱多本來講 他變成要補好多種版本 第一個壓力 第二個 我們說要免試入學 可是我們看看 家長的觀念 他沒辦法去接受說 每個學校都是一樣 所以說 現中 台中一中 還是大家追求的目標 在怎樣努力 大家還是往那方再走 當然 還是要去補 還是要去補習 那學生的壓力還是存在 沒錯 當然 各個國中 各個高中也好 他整個高低的層次差距很大 我們家長他不可能說 他可以說他旁邊 他家裡旁邊有一所高中 可是他跟都市地區的 整個高中的水準差距實在太大了 是是是 所以教育資源的分配的問題 台中的王先生你好 王先生 喂你好 請說 我是覺得 我要跟那個 兩位觀眾講一下 那個免試升學 就跟我們以前保送一樣 對啊 他只要前幾名前幾名 考個試就上去 那跟我們以前保送有什麼兩樣 那現在的考試制度 跟我們以前連考有什麼不一樣 幾乎都一樣 只是說 我覺得現在學生很可憐 我們以前只要念國立編譯館就OK了 現在學生要念好幾個版本 是 對啊 像我之前 我要實話說 我之前要去考技術學院 嗯 要去考四季二端 對不起你要念三個版本 我們以前念一個版本就解決了 現在要念三個版本 而且三個版本 你要看你命中率多少 對啊 所以你導致反而是補習班越來越多 對啊 那你考試也越來越多 甚至 今天新聞還講 國三隔天就要考模擬考 那是不是 大家可以去想想看 你教改到底有沒有層沒層 這個就一看就一清二楚 考試比我們以前還多 書比 背的比我們以前還多 我甚至看過有學生已經在拿那個 航空行李箱 有有有我常常看拖著一個腳架去上學 我請教鍾台老師 那怎麼辦呢 各位看看台北市台北縣時是一鋼一本已經兩年了 明天要考的就是一鋼一本的第一屆 我們各位媒體各位家長去街頭上面看看這些孩子 壓力有沒有僅輕 所以這幾年來政治人物所開的任何的要方 如果是開錯的就要承認錯 一鋼多本也不行 一鋼一本也不行 不然要怎樣 因為一樣考 根本就是對教育競爭力定義錯誤認識錯誤 我們還不知道這個世紀的競爭力 不是所有人民的競爭力相加起來 人民的競爭力如果互相猜疑 如果互相角力互相不信任 他是會互相抵銷的 那具體說 那你現在要無親戚改什麼東西 很簡單 部長不能講說 所以今年我們被抓到了 明年要改 我們基本上我們是覺得 十二年國教這件事情 他已經拖太久了 他這過去從三十年前就開始 教育部本身 怎麼毛高雯再往前 每一個都在體驗 李煥就開始說到十二年國教 剛才這次開一會 然後再說 十個不知道要再幾年後 看十年後可以做嗎 你看他在做什麼 我先想 十二年國教真的會減輕 國中生壓力嗎 因為當每一個人